歡迎大家繼續收看美的方程式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Martina 現在很多女士都會受到不同的肌膚問題而困擾 很多時塗很多護膚品都補救不了 但現在的科技越來越發達 其中包括激光療程 可以令大家的皮膚有改善 今天我們請來一個專業的美容師 Suki 你好 你好 其實激光療程的原理是甚麼 其實激光的原理是早在數十年間 已經在醫學美容製作 原先是一些手術 現在就引伸了一個在醫學的美容上 即是為了我們帶來一個女士的時候 都會做了一些事 例如治療的原理 例如激光 我們可以去到皮膚的表皮層 是可以當一些激光可以震碎了 在皮膚的表皮層下面的色素層 震碎了 我們一個淋巴的系統就會吞噬 我們慢慢的色素就會慢慢激 然後就會淡化了 其實以前的激光療程 和現在的激光療程有沒有分別 有的 絕對是分別了很大的 首先 以前的醫療性 他們的波長 波段會比較高 可能會用到1355 現在在現今的醫學美容 就會用一個很穩定性的 1064 通常1064可以做到斑、皺紋 和脫毛的效果 你所知道激光的光 究竟是指甚麼的光 是 其實激光是一些雷射的光 其實激光對醫學美容 究竟有甚麼幫助 幫助其實都非常大的 可能用女士們出了一些皺紋 顏色斑 甚至乎毛髮的 都可以去幫它改善 甚至乎一些臭糊的問題 都可以改善 剛才你說了可以治療這幾樣東西 但我想知道它有沒有特別重點 針對甚麼皮膚問題 而去做一個改善 其實主要 如果激光在醫學美容的應用 主要通常都會是色斑 色斑 我們通常會分別一些 表皮性的色斑 和一些真皮性的色斑 表皮性的色斑 通常會是一些 雀斑 太陽斑 曬斑 還有一些老人斑 而一些深層的 可能是一些太田斑 拳武斑 還有一些乾斑 乾斑 亦都稱為一個叫做蝴蝶斑 通常是一些上了40歲的年紀的婦女 或者她曾經生育過 亦都會影響了荷爾蒙的變化 引起了這個蝴蝶斑 這個激光療程其實它的功效是大到可以淡化所有的斑 如果在療程中 因應皮膚 通常會設定一個療程 會設定20至30次 過往很多經驗 亦有很多客人 可以把所有的太田斑 乾斑 去除 其實是否有什麼皮膚的人 都可以接受這個療程 基本上所有皮膚都適合 無論是暗瘡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是一些很敏感 或者對肝敏感的人 是不適合的 為何會很敏感 或者對肝有問題的人 是不適合做的 敏感的意思是 其實可能平時會 對皮膚敏感 或者對任何東西的敏感 是 那這個基本上 就是一些外來刺激的敏感 或者它本身的皮膚是很脆弱 脆弱到可能有時候 你看到可能是很薄的皮膚 經常都會通紅 而且也是很容易 可能有些天氣轉變 很容易會打黑癡 流鼻水 甚至乎它有花粉症 那這些人通常都會敏感度 是會高一點 而且也是乾敏感 其實乾敏感 因為是在做這個激乾的時候 或者採乾的療程的時候 就會有些乾會發射出來 在一個做的窗頭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棒 就會射一些乾出來 其實都會是幾乾的 是很乾的 所以做的時候 客人是要戴一些保護的鏡片 而治療師 也是要戴一個保護眼睛的鏡片 通常這些鏡片都是黑色的 主要是因為光源是很乾的關係 如果他們沒有戴這一類型的眼鏡 其實這種光的話 直接接觸到我們的眼睛 可能會有一個傷害性的 其實不可能是直接傷害到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問清楚那個客人 所以通常做治療的時候 都會跟他問一個同意書 為什麼要塗同意書呢 可能有些客人 他不明白他自己身體裡面有什麼病患 或者是他自己究竟是否真的光敏感 如果做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跟他測試一下 就是跟他做皮膚分析 初步的了解先 如果有人來到公司 想做這個療程 首先第一步的不是說理想就OK的 首先會做一個諮詢 問一問他 可能有沒有一些敏感性的皮膚 或者有什麼疾病 才會考慮是否幫他做的 其實最主要都是顧及安全 我想問 例如是否什麼類型的人都會做的呢 例如如果大兔婆 或者可能他有癌症的病人 那這些類型的人究竟又能做的 其實我們在醫學常識裡面 其實有些癌症會分開一至四期 有些就是一至三期 我們為医療師 或者治療師 始終都不是醫生 我們通常會建議客人 第一至第二期是不會接受治療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癌細胞 會有機會在這一兩期的時候 都會抗散 但是當醫生 或者你去到第三期 或者是第四期 醫生已經斷定到 你已經不能夠再在藥物 或者治療上幫到病人的時候 其實醫生都會告訴你 你大約的壽命會有多少 有些客人 他覺得我買了很多 在美容療程裡面買了很多 他也不想說會損失了這個療程 我們都會 醫生同意一下 我們都會繼續跟他進行 那有沒有說 當然要醫生的同意 要不要寫一些授權 讓你們公司都清楚知道 這個病人是適合這樣做 或者是可以的 如果是有的 是最好的 最理想的 都會問一個醫生的同意書 究竟是不是 如果客人所料這樣說 其實最好 因為做這些 都是一些風險高的臉部 所以都是建議 另外你剛才提到 會不會是懷孕的婦女 都可以做得 其實都是不建議 甚至乎會有一些 是糖尿病 都是不能做的 而且也可能 或者他本身有些傳染病 皮膚的傳染病 其實我們也不建議 去使用這個療程 在進行這個激光療程之前 其實我們自己 需要準備一些什麼 絕對需要準備的 因為其實在做這個激光的時候 皮膚會發覺 會有些少許乾的感覺 其實原因是因為 當激光射到皮膚 就會刺激了真皮層的骨膠原 這些真皮層的骨膠原 就會開始死亡 然後大腦的訊息 就會叫他們快點 去生一些骨膠原出來 亦都是目的 令到我們的皮膚 可以彈性一點點 以及也可以封形 所以其實的時候 做一個水分的面膜 是會比較理想很多的 即是做之前是前一晚 或者是早幾個小時去做的 如果是最理想的話 是前一晚都要做 還有是做治療之前都可以做的 那在做完這個療程 其實需不需要怎樣去保養 是否能塗護膚品 絕對需要塗護膚品 因為剛才也說了 其實做完這個產品 即是做完這個儀器這個激光的話 其實皮膚是會乾燥的 一定要做一些比較平時 我們一般茶的東西 就要再滲透一些 例如剛才會做一些離子的導入器 這些家用品都可以 而且也可以用一些 幹細胞的精華 以及一些活力的水分 都可以做 而且也是建議客人 可以做多些水分的面膜 營養滲透會更加加強 那在完成這個療程之後 又有些甚麼要注意呢 其實要注意 其實基本上 就不可以在一個星期內 就不建議客人做一些很劇烈的運動 那為什麼呢 因為劇烈運動會令到我們的汗線 不停會出汗 那出汗的時候 就會是令到我們的水分都會流失的 那甚至乎一些日光浴 即是曬太陽 或者去跳舞 甚至乎可能是打球 游泳 都不是太建議的 那如果可以建議的話 都是做一些比較伸展的運動 這樣就可以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稍後我們再一起回來 看看美的方程式吧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就是我們2011全港師爺大賽的口號 我很希望你會來參加 2011全港師爺大賽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快點登入Facebook HKMC2011 給個like 給個like 給多些like 而我們的口號 是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臨場試練大師展言 約定你了 自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每年都會誕生結晶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工作表現優秀 而且肯回饋社會 結晶未必一定是億萬分家 也未必一定是定中名人 之所以因為是結晶 是因為他們比別人付出更加多 一個請他們上來聊聊天 講講自己 講講社會 講講如何清出於難的節目 清出於難 約定你 有些人生圖 創意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人上來聊聊天 潮流夜 熱滿夜 以前玩不少 等我們的四哥 帶你們看清楚遊遊香港 開開心心買美食 還跟嘉賓聊聊天 帶你享受一下 四哥帶你四為遊 你還不跟著你?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韓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 我又在哪些行業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 你不用錯過 飲食適家味俱全 是不是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觀點 影響我們健康 吃甚麼才能補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以前在電台 甚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一班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跟大家說說近況 聽一下心事 想知道怎樣享受優質生活? 安期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全新電視頻道 A-Plus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流 品味消限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Plus開創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美的方程式 我是節目主持人Martina 加入我們的嘉賓Suki 上一節提到的光療程 究竟是甚麼原理 我想問一下 激光療程和採光療程 有甚麼分別 好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 因為很多客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不如看看圖 圖 圖說了一些波段 不同的波段 反映了甚麼是激光 甚麼是採光 首先會見到這個波長這麼大 其實他們的納米 由515至1200的納米 其實他們是包括了七色光 七種顏色 所以採光也稱為七色光 因為它的波長是515至1200 而激光是單一波長的 對,通常現在的美容療程中 通常會做一個最穩定性的 是1064 其實如果使用激光療程 應該比採光療程更加專注 對,如果要做一個療程 我想問一下 如果做一個療程的話 大概要做多久 通常就視乎要做些甚麼 例如一些色斑 色斑通常要看它是甚麼層面的色斑 其實也會提到 會有一些是表皮性的色斑 以及一些真皮性的色斑 表皮性的色斑 通常做十次 其實都可以帶走一些斑 但是如果你是真皮性的 可能例如甚麼真皮性呢 例如一些拳母斑 太田斑 一些黃蝶斑 以及一些最主要是 荷爾蒙出現的蝴蝶斑 如果這些情況 通常要看範圍有多大 如果建議的客人 都會做二十至三十次不等 嗯,做二十至三十次不等 但我想問一下 如果每一次做療程的時候 需時的時間是多久呢 通常會看治療的範圍 一般來說是由五至十五分鐘不等 嗯,在我們每做完一次的時候 下一次會否說 會加一個星期或一個月 才可以再做一次呢 要看它是一個表皮性的色斑 還是真皮性的色斑 如果是表皮性的色斑 因為會很容易退去 通常會看皮膚的厚度 基本上是十至十四天 如果是表皮性的 如果是真皮性的 通常會是兩至三個星期不等的 嗯,其實你剛才提到有兩種 但客人未必知道自己的斑 是哪一類型的斑 所以在諮詢的時候 你也會幫他看了 在甚麼斑之後 就會跟客人說的 嗯,對 因為我們剛才也說了 都會有一些我們做皮膚分析 其實斑也會有幾種的 OK,現在如圖顯示 就會見到一些雀斑 雀斑通常會有一些遺傳性的 通常西方人就會比較多些 因為他們有些可能 或者是去到十幾歲 或者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會自動脫去的 但是如果是東方人 通常就會難些了 亦都是可能透過太陽 再曬曬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深一點的曬斑 亦都是一個表皮性的曬斑 如果一些真皮性的曬斑 就會有太田曬 還有拳武斑 還有肝斑 如果我們一些刺青 其實都可以去除到的 如是激光刀 其實現在 年輕人就好處去沙灘玩 去沙灘多 接觸太陽多的時候 有時會出了一些斑 其實那種斑是甚麼斑 曬斑 如果曬斑通常 可能本身那個患者 本身已經是有些著斑 如果經過太陽照射 可能他又不懂得護理皮膚 沒有塗一個足夠的防曬產品 就會將那個著斑 就會慢慢慢慢 就會再深色 深色了 我們通常就叫做曬斑 就會比著著斑 就會範圍會大些 那除了激光療程 除了可以去斑之外 其實還可以治療些甚麼 其實很多的 除了這個色斑之外 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皮膚 其實皮膚都會有一個圖顯示 其實圖表顯示 都會是說斑了一些 我們可以減淡一些皺紋 細紋 收縮了毛孔 和減淡一些暗瘡印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的膚色會均勻 膚色均勻 通常就會是一些成熟一點的皮膚 成熟皮膚通常T字位 兩邊臉頰 甚至乎頸都會暗瘡或偏黃 其實激光療程 除了治療肌膚的問題之外 其實是否可以脫毛 對 可以脫毛 其實脫毛 因為激光脫毛的時候 反之沒有採光那麼痛 是嗎 對 但其實脫毛 我想知道價錢大約是多少 視乎你的治療範圍 和毛髮的粗幼程度 通常是數百至數千元不等 其實價錢也很合理 但我想知道不同的部位 你會逐一部分分 還是歸納了大的部分 小的部分 這樣歸納價錢 通常會是逐一部分計算的 例如一個小腿 然後一個大腿 然後可能會是比肩尼位 然後會翼下 或者有唇毛和面毛 其實痛不痛 其實會有少少痛楚 做完的時候 會有些微紅 還有摸上皮膚 會有些刺激的感覺 而且皮膚會乾燥 建議做完脫毛 都是塗多些身體濾液 而且在一個星期內 都不要做日光浴廚 即曬太陽 劇烈的運動 大量出汗的運動 不過我想知道 剛才說做完療程 就不要曬太陽 但有時候我們外出 是避免不了的 也會接觸到陽光 那這些又怎麼辦呢 就一定要塗一個 足夠的防曬產品 通常防曬產品 我們會塗一些 SPF的50度以上 這樣就可以 讓皮膚的保護性 會強大一點 其實現在很多 不止女性 其實男性 都應該會去做脫毛 多不多 都有的 通常例子會西方人多些 因為西方的男士 可能她背部 都會有很多毛 還有可能她的胸口位置 都會是很大片的 亦都可以有些 可能印度籍的 他們都會有些臭毛 其實都可以利用 採光或者激光 是可以跟致到這個問題的 其實都是脫毛 或者做激光療程 都是有分男女的 其實會比較害羞 可能女生 因為喜歡去沙灘的關係 可能她的比堅尼位 就會去做激光的脫毛 我想問在治療師方面 會不會是有分男生 女生去幫客人去做的 其實現在美容 都會有分的 有些可能是醫生去操作 醫生大部分 通常都會是男性 亦都會有一些肛師 即我們叫做肛學治療師 其實肛學治療師 通常八成都會是女士多 男性通常他們脫毛 他們男士就不會 真的會脫到這個比堅尼位 通常就會脫一些 我剛才說了 即是背脊的毛 或者根字臭鬍 甚至乎是在胸口位置 其實男性和女性 在脫毛 或者做一個激光療程 他們的價錢 會不會不同 其實會有少許分別 因為男士的身形 可能會龐大一點 這樣範圍就會多一些 但女士通常都會嬌少玲瓏 通常都會範圍會少一些 所以其實那個價錢 都會有分別 想問一下 如果有客人來到 加入一個激光療程 其實是套餐 這樣去給一個價錢 就包了 可能脫了為止 還是說每一次你來到的時候 才去單單一次付錢 其實如果坊間 好像有些公司為例 脫毛就是永久脫毛的 其實毛髮其實都是脫了之後 會在生長期那裡 就會做脫毛的 通常半年來 就會做完脫毛的效果 即是說 我們通常在脫毛的時候 半年裡面 就會是永久的 然後透過激光 就會打爛了毛狼的生髮位置 其實會再難出到毛髮的 通常如果我們會建議 都是一個月會打一次的毛髮 其實我聽過 有些朋友告訴我 其實在毛髮生長 它都有分不同的週期 所以可能隔一個月才做一次 就剛好是容易脫落的週期 是嗎? 因為毛髮本身會有生長期 退化期和靜止期 如果在打激光的時候 如果選擇生長期的時候 就會最理想 因為當時的毛髮 是有一個血管供應 它仍然有營養 如果那些光射到毛狼的生髮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生長期的時候 毛髮是最理想的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Suki為我們講解 激光療程 究竟是怎樣去運作 又或者是做之前 或者治療之後 又會是怎樣的 多謝你 我下集在同一時間 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